早晨啊 大家 今天我要去的地方 是我整個 Bangkok的旅程中最期待 還有我沒去過的 這是我第一次去Safari World 據聞這是全亞洲最大的動物園 應該會有獅子老虎 還有長頸鹿 所以今天我預訂了車 而且我早已在K-LOOK買了票 因為我隔個價格在曼谷買 和上網K-LOOK買 K-LOOK便宜很多 大約便宜100元 所以我便在K-LOOK買了 然後我便預訂了車 因為它都來曼谷 有少少遠 還有剛剛在SEVEN買了早餐 這個早餐就是泰國超出名 超好吃的一個飛碟 雖然我覺得它跟平時的飛碟 是沒有分別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去到泰國一定會吃這個飛碟 這個就是我車上的早餐 我們來到Safari Park了 好 今天我是沒有帶GoPro的 全程只帶這部相機 因為實在帶太多東西了 Safari Park分了兩個園區 一個叫Marine Park 主要是有些海洋生物 這裡 它好像很想出來 還是它很肚餓呢 還可以排隊和貓頭鷹拍照 你看它們一家大小 真的跟這隻貓頭鷹拍照 很開心 拜拜 剛剛有一個表演 就開場了 就是這個蝶探戰爭表演 那我就去看看 看看是什麼 嘩 你看多人到 超級多人 基本上是爆牆 一開場 已經被它的水嚇倒 因為頭十行的觀眾 是會全身濕透 超誇張 哇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一部分 就是亞洲都可以看到長頸鹿 這裡有超級超級多隻長頸鹿 超級超級多的 嘩 哇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長頸鹿 真的很興奮 不過其實我也很緊張 因為長頸鹿比我想像中大很多 在園區裡面也可以買食物 和長頸鹿BB他們玩玩 當然要和長頸鹿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都是超級難 因為他們眼裡只有食物 完全不會理你 剛剛和長頸鹿玩了 我點了一杯冬巧克力 它是有一些長頸鹿的花紋 是用可可粉弄上去的 很累啊 我在這裡拍了兩個小時 和動物拍照很難捕捉到他們漂亮的一面 然後你要控制到自己漂亮的一面 再加上他們的相機要拍得漂亮 是超級超級難的 在曼谷每天都三四十度 基本上每天都一定要喝一杯超冷的東西 我才覺得燒到樹 是透心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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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就去了和猩猩拍照 那些猩猩真的超級主動 最主要是它真的很重啊 最主要是它真的很重啊 我給人強敏 我給人強敏 然後我一整個都是它的口水 哈哈 好搞笑啊 你看到這些袋鼠 我反而是有點不開心 之前我去過澳洲 看到這些袋鼠 是很精神的 會跳跳紮 也是很肥的 他們好像很健康 但在這個動物園裡面的袋鼠 覺得他們全部好像 有點病 或者很精神不振 所以我想這個動物園 對這些袋鼠不是真的那麼好 他們的樣子都告訴你 我不開心 之後就去了看西部牛仔的這個槍擊秀 因為我不懂泰文 都是一句都聽不懂 只能聽到啵啵啵啵啵 走完整個園區 然後加了60元 即大約十多二十元港幣 這個巴士可以游到整個園區去看動物 剛剛走這個園區 最辛苦是真夏熱 已經有冷氣過了,真的很棒 非常棒 你看看 三十五十多年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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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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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些小攤檔 我前幾天走過已經想逛逛 因為通常會有些衣服、手飾賣 所以我突然就逛逛 很多衣服 這裡女生來一定很開心 我記得我第一次來泰國的時候 又是買了很多衣服 不過這次因為我行李箱沒什麼位置 所以就沒買了 這間的門口很漂亮 可以進去看看 好像是買很多夏天的東西 這件衣服好像配泳衣蠻好看 但在曼谷來說也算貴 這褲要百多元 然後這件衣服差不多一百元 但蠻好看 這裡又是女生的天堂 我已經逛了幾次 但因為太晚了 它關門了 今天終於可以認真地逛 而且我要買泳衣 這裡有 是泳衣 好 我先選一套 是食物的香味 我真的很餓 我今天下午熱到完全不想吃 然後一探冷氣之後 就覺得很餓 決定吃這間 這個我選了 雞肉炒飯 據說只要十多元 挺便宜的 超級大倍的可樂 這個就是我全日唯一一餐的炒飯 然後還點了兩個串燒 然後還點了一杯超大杯的可樂 是我最喜歡吃的街邊食物 這樣加起來也不用港幣的三十元 超划的 我們來到水門市場 這次是我第一次來到水門市場 他們說這裡賣水是很便宜很便宜 所以我想要來這裡泳衣 但是它好像… 快點掉死了 它好像關門了 OMG 又說八點關門 我一來到 關門 我還要乘搭的士過來的 本身這裡是一個夜市 但是現在已經閉上了 很多本身在曼谷都有夜市的地方 現在因為疫情他們已經沒有了 我早幾年來的時候 這裡是超級多人 但是你看看現在的店頭 是全部都關掉了 除非那些旅遊區是尾山之外 除非那些旅遊區是尾山之外 放健身 今天終於完了 還有拿這個行李回家 啊不是 在酒店 還有拿這個行李回酒店 又是昨天忘了拿 超熱啊 回到酒店放下行李之後 就去了酒店的其中一間酒吧 喝杯東西 順便享受一下自己一個的時間 順帶一提 這間酒吧 真的很漂亮 那些雞尾酒也真的很好喝 令我每晚都想回來再喝 喝完雞尾酒 就回到房間睡覺 準備第二天的行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